作为德云社的董事长 师娘王慧对于德云社的帮助可以说是巨大的 无论是在郭德纲创业初期 荡掉首饰卖掉车子帮助郭德纲 还是如今成为德云社最大的股东 掌管德云社 让郭德纲在舞台上可以无忧无虑地演出 没有师娘王慧可能就没有如今的郭德纲 也不会有现在的德云社 从那以后王慧也很少出现在舞台上 一开始是因为郭德纲德云社需要他 因为人少 郭德纲管后台 而王慧负责买票管前台 后来有了郭芬阳 师娘王慧需要照顾郭芬阳无法登台 刚才是京韵大福 我演员唱得好啊 您还真捧啊 我不捧他我捧谁啊 这倒是 我媳妇 唱歌好啊 唱的是真不错 我去年初唱啊 因为什么呢 演出这摊我一直盯过来 我盯后他盯前吧 谁盯后的谁盯前的 我盯后才盯说 我盯前的卖票 这么本意思 听我说了 你好好说像什么 具体是文管啊 要像说好就得了 他这家旺子成功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人当真说出去了啊 边网都没这么大 如今郭芬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而德云社也已经成为相声界第一大团体 有了更多的人才 师娘王慧也重新返回到舞台上 虽然20年没有登台演出 但从德云社鼓曲社开业专场上来看 师娘王慧的唱功却一点也没有落下 一出经典的宝玉曲青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因为表演效果太好 王慧足足反场了四回 观众们的掌声也是久久不息 只要他一开口就能收获大家的欢呼声 现场气氛燃爆了 近日时隔20年 师娘王慧也迎来了她的综艺首秀 继德云斗校社之后 德云社的另一档综艺节目 青春首艺人正式官圈 郭德纲协王慧带领着五位徒弟们出席发布会 青春首艺人顾名思义 这档综艺主要是传承传统文化 而师娘王慧是作为首期首艺人发起人 在登舞台 时隔20年再次重返舞台 王慧表示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 支持传统文化 我是20年没有登舞台 然后这次来咱们这个栏目呢 我就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 支持我们的传统文化 师娘王慧在节目录制期间 作为丈夫的郭德纲可以说是全程陪伴 在台下默默地注视着妻子在台上的彩排 郭德纲的脸上全是笑容 眼睛里也是情意满满 看见师傅郭德纲聚精会神的模样 真的是非常有爱 让人不禁又相信了爱情 从为了不让郭德纲分心打理德云社 负责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 慢慢淡出舞台 到如今为了取义首艺人重返舞台 王慧为了郭德纲和德云社的付出 大家有目共睹 也见证了郭德纲夫妇的爱情故事 而郭德纲夫妇对于取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德云社到京剧再到古曲社 德云社为了弘扬传统文化 做出的贡献大家也心知肚明 这次为了推广传统文化 郭德纲夫妻齐上阵真的很令人感动